有一个灰心丧气的青年人 因为他的科举没考上 颓废一蹶不振 整天关在屋子里抱头痛哭 有一天一位老者跨进门 语重心长的对他说 孩子啊 假如山上滑坡 你该怎么办呢 年轻人说 那我就往下跑啊 老者两头大笑 哈哈哈哈 年轻人 那你往下跑 就会葬身在山中了 就算山上滑坡 你应该往山上跑 你只有勇敢的去面对它 才有生还的希望 天下是皆然啊 说完飘然而去 告诉大家 我们在人间 每一天都会有烦恼 你在单位里跟同事 在家里跟你的亲戚 跟你的先生和太太 跟你的孩子 跟一切接触的人 你都会有烦恼和困难 只有勇敢的去面对它 去化解它 去包容它 去解决它 面对挫折 要迎难而上 你才是真正开悟之人 你才能做到 入污泥 而不染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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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